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摩涅戈斯的電阻是30歐姆 將其均銀拉長了原來的3倍 拉長了原來的3倍的話 長度變成 這如果本來是L的話 那長度變成3L 但它的面積就變成原來的3分之1倍 為什麼?因為它體積沒有變 體積是長度乘以恆劫面積 這裡如果本來是A的話 這裡就變成1 3分之1的A 它問說電阻大小變成多少? 我們曉得這個電阻 就是一個電線的電阻 它是跟它的長度乘正比 跟它的恆劫面積是乘環比 中間有個比例常數 我們叫做電阻係數 或者叫做電阻率 那現在它是跟什麼呢? 跟L除以A長度乘正比 現在L它是變成3倍 但是A的話是變成原來的3分之1倍 所以就變成原來的9倍 所以原來是30乘以9倍 算是9倍27 270歐姆 所以這一體應該選低 4倍 5倍 4倍 4倍 9倍 就是